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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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莊嚴的校園不復以往 讓理工大學學生 示威者相擁而泣 自由的仗對欣欣學者而言 難道註定贏不了嗎 警方在校外用音樂心戰喊話 但挑釁異味甚是濃厚 不要 有示威者決定離開 但要恢復自由之身 只能鋌而走險 為了躲過十年的暴動罪行責 示威者透過繩索 從橋墩垂降 再搭乘熱心民眾 起來的機車逃離 卻也有人因此沒抓穩 摔倒骨折 而也有示威者 判不到自由之日 絕不喊退 大家其他人 就坐在一起的時候 就可能不認識 我們就說 要十年了 然後大家說 沒關係啊 我們大家就一起坐嘛 理工大學內部傳出一名 自稱香港女孩的錄音檔 聽得出學生的絕望 我們一共是陪同了 接近一百位理大 過去這兩三天的時間 一直都在這 為了避免衝突 漫無邊際 前立法會主席 活通五十名中學校長 深夜進入學校 呼籲學生冷靜 同時與警方談判 讓十八歲以下的年輕人 可以暫時躲過 被捕命運 只是境外人士 就沒那麼幸運 日本留學生年齡超過二十 就被香港警方抓走 罪名卻沒人知道 香港理工大學 警民衝突不對等 警方的行動更已經明顯 不再是保護人民 而是保衛共產政權 三立新聞等我報道